你今天好帅啊 你爸结婚你穿一身黑干嘛 你们男的都能穿黑的 凭什么我不能穿啊 你故意找别扭是吧 要是这样你别参加了 我不想来的呀 老乌龟求我来的 你爸和许倩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 都合法了 你说句祝福有那么难吗 对 很难 非常难 果果 果果 你今天穿得很别致啊 喜欢吗 满意吗 刘良 今天的日子很特殊啊 一定把果果给我看好了 别再闹事 放心吧 叔叔 谢谢 别勒了 再勒也勒不出什么话来 就知道你会出奇招 没想到你穿一身黑呀 这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 来 快换上 别让你爸生气 那我是不是得改口叫你 妈呀 叫阿姨吧 叫妈都把我叫老了 妈 我不换 吴果 快回来 吴果 他跑哪儿去了 刚去把新娘杀了 那咱们现在是逃逸呢 还是去自首啊 好 所有的亲朋不友 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 让我们响起掌声 有请一对新人步入婚礼 你爸结婚请的都是什么人啊 不是老就是小 小的是徐倩的 老的是老不归的朋友 好 谢谢 还有一些特别嘉宾 应该很快就到了 开始 星哥 结婚怎么也不告诉我们姐妹们一声啊 就是啊 妈都忘了呀 妈都忘了呀 这六个是谁啊 我爸的各路前任 我请的 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怎么来了 我们怎么来了 这新娘子也太年轻了吧 先喝啊 这成年了没有啊 我还以为多漂亮呢 看着也就一般了 来 姐妹们 咱们得和新浪新娘合个影 好好好 你不要笑 放开我 不要笑 好啊 你不要笑 你不要笑 听见没有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 今天是我和吴老师的好日子 在这里 我要感谢出席我们婚礼的每一位 每一位 与仙哥有过感情经历的女士吗 我感谢你们 把她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春月茫茫人海 最终于我相遇 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给我们最真诚的祝福 我 满为你了 与仙 这些也是你爸的前人啊 罗平 他怎么来了 谁啊 不是你要请的 我请他干吗呀 他是徐倩的前男友 健身教练 你答应我 你会永远跟我在一起 倩倩 我知道以前我们有很多误会 我在此 诚挚地恳求你 请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罗平 你快起来别闹了 我都已经领证了 领证了可以再离婚 倩姐 嫁给我吧 小伙子 爱到今都负准难受啊 回去吧 那不可能 你要干吗 你想干吗 放开他 你干什么 放开他 罗平你干吗 你放我下来 你把他放开 放我下来 我不会叫给你的 他干吗呀他 不是 果果 果果 你太惹伤心了你 你现在开心了 你现在满意了 来 来 罗平不是我请来的 你们相信我 罗平真的不是我请来的 好了 谢谢 你现在跟我下次的选择 就是我 要跟自己的情报 家人 你知道为什么你爸要娶我吗 其实 我也没想过最后我会跟他结婚 刚开始的时候 一直是你爸在照顾我 后来我们家不同意 我想 那就算了 在见面的那一天 我经过一家餐厅 你爸一个人在吃饭 头上的白发 多了很多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 付出和关心一个人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果果 我二十多岁一个姑娘 家境又不差 我嫁给谁不好 干吗我要选择你爸呢 我不赌他的钱 不赌他任何什么 我只想在他身边照顾他 关心他 你可以不高兴 也可以不同意 我都无所谓 我只在乎你爸的感受 你爸高兴我就高兴 你爸难过我也会难过 你平时从来不会主动给你爸打电话 一打电话就是要钱 你关心过他吗 你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吗 他要的其实不多 他就像要有一个人陪着他吃饭 陪他走走 在他创作的时候 给他倒杯热茶 我和你爸 就只想这样简简单单地生活在一起 好 那么下面让我们响起最热烈的 祝福的掌声 有请一队新人步入婚礼殿堂 好 徐贤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吴总 吴总 刘亮 我爸他真的结婚了 他答应我不结婚的 可他还是结了 现在我爸有个家 我妈也有个家 我彻底成多余的了 我有爸有妈 可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孤儿啊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关心我 我爸 我爸也有没有人关心我 我爸也有什么这个事情 那我如果未见你 我偶尔 我说我 我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得快点 你得快点 你也快点 我爱你 我爱你 友情提示 今天复查哟 恋爱的号角又吹响啦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女生都喜欢找遍自己年纪大的男人 会疼人 这都要开花结果了 还跟我打埋伏呢 什么时候带给我见见呢 下礼拜我生日 老实话一定把她拖过来给你们看看 小花 嗯 你就应该找个这样的人 什么人 疼你的人 对 你来啦 嗯 谢谢啊 没事 你怎么了 看上去好累啊 最近一直挺忙的 嗯 我这段忙的都忘了 没陪你去医院复查 不用 没事 我已经好了 那就好 瞧我这脑子 给你买了 谢谢 我发现你好喜欢买零食呀 我倒不太爱吃零食 我就是觉得这盒子挺好看的 哎 我们小时候学过一个成语 叫买毒还猪 你就是这种人吧 买毒还猪 猪脸比合 和气身材 财源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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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 你是让我出去的意思吗 滚滚长江都是水 你最近还熬夜吗 熬啊 一大早就要送货 都得准备到后半夜了 老这样身体会吃不消 吃早会垮的 那不然怎么办 现在不熬哪有未来的幸福生活呀 那你给我讲讲 你梦想中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啊 我有一所大房子 里面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阳光洒在地板上 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你这个梦想 很简单 它也很难 你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 你这样饼干吧 你不说了吗 吃甜食心情会变好 那我得吃两块 周六有没有时间啊 周六 什么事啊 我生日啊 我想把你真实介绍给大家 老谢 你愿意 真实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吗 你不说话就表示同意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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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 小花 周六 餐厅生意很忙 没 没事 没事 但你的生日我一定会去的 你好 欢迎光临 什么好事啊 笑成这样 不是 你别这么对我笑 我求你了 你这么笑一定有事 又亮 我要是给咱们店带来了一笔横彩 你要怎么报道我呀 什么横彩 你先说怎么报答我吧 是不是又给我惹什么麻烦了 我说服了我爸的女朋友们 让他们都办了咱们店的卡 这叫麻烦吗 我认识一个阿姨是快餐业大佬 我想说服她 让她的每个配餐 都加上咱们的水果 这叫麻烦吗 可以啊 吴果 看不出来你能量挺大呀 这算什么 还有呢 我把吴宣赫婚礼的红包 全部拦截了 全部定成了咱们的水果 这叫麻烦吗 不是 大姐 这个真的是麻烦 你赶紧把你爸的红包 全部给她退回去 我凭什么退啊 我总得为将来以后 咱们的生活好好地打算一下吧 咱们 请注意用词 是你没有闷 话别说得太满 刘亮啊 我现在就找那大老堂合同去 等我凯旋归来 你就等着一身相许吧 走喽 还能坑上闹得给我劲 哎呦 喂 哎呦 你赶紧从了人家啊 多好的功效呀 镇静摆影 清真意切的 嘿 我可没那么容易被收买 姐妹现在幸福了 希望你也幸福 加油 你 幸福什么 保 密 周六的时候告诉你 周六 周六 不是你生日